朋友有事,我送去香港医院,或者事要都好,哪一班医院呢? 那医生怎样做呢?就是帮你开刀,帮你拉直他 真的拉直他怎样呢?开了之后,来呀!咚!就转转他 Exactly! 真的拿了钱,把那个骨拉直他,上颗螺丝一钉钉着,恐不恐怖? 恐怖啦! 如果你是救运,那医生今天心情好 我赢了钱,所以今天心情好,做个手术好些啦! 你遇到医生,你跟老婆骂了架,他心情不好,这就有些问题啦! 因为他每天都做,他都不care的 那变成功与否,这是一个成功的例子,他挣了两个之后,就转他拉直了 Depend on 什么呢?那个手术医生的做法是不行的 我觉得很危险,好像买买大小那样的 那有些事情,突然遇到他那个新手,刚刚毕业,陈陈陈鸡,这样转转,就麻烦! 那这个有什么问题呢? 除了是很人为之外呢? 除了我想,如果医生可以令人大力果酌,有什么问题? 他现在可以灵断了你,灵断了你,不但不是问题,那条spine有问题,那些神经有问题 看來美容可以整整整整整, 轉一下轉一下, 看來有什麼問題? 很大的問題, 實際這個有spinal cord damage, 可以做得到, 如果醫生說不如不要接近, 做少一點力, 現在你就 under correction, 本來你可以做直的, 還要彎, 為什麼你做多一次? 就不行, 實際這個也是可以用的醫生, 有品德好的醫生都可以的, 但是人是很衰的, 它說是很難改的, 吃煙也好, 吃什麼都好, 硬腳, 我叫我兒子沒有硬腳, 整個硬腳, 為什麼呢? 所有人都會有一個恢復原狀的壞習慣, 我們在phalology 叫做visco-delastic properties, 即是說我拔直了之後, 慢慢會回到26個位置, 近似都是, 一樣是這樣, 就算你拔直了之後, 握得很緊, 你過幾天之後, 人就會慢慢彎回來, 我們這個process is never 100%, 就算我們的surgeon 是很skillful, 什麼都做到, 當你入了之後, 連身完之後, 都不是100%, 很多時候都是大概是70%, 現在是做不到桌子的事情, 如果做得了就糟糕了, 要overdo, overdo就不行的, 是吧? 大家要想一下, 有沒有好的方法去做呢? 例如我考一下各位, 例如大家現在做醫生, 例如你自己是病人, 我現在在桌子上讓醫生這樣搞我, 可惜不喜歡這樣做, 有沒有好的方法, 例如我們不需要醫生的skill, 可以自動幫我矯正, 有沒有那種物料, 例如我放進去那時候是彎的, 慢慢變成直的, 芒雅分直的, 有沒有這樣的物料呢? 我們要做的是什麼呢? 如果我們想將這個process, 這個process是一個example來的, 如果做到這件事, 其他什麼都可以做就行了, 一樣嗎? 如果我有一個process, 是新的發明, 即是說我的物料是可以自動彈直的, 進去那時候是跟你的spin一樣, 進去那時候慢慢幾天之後幫你彈直回去, 那會好過我computer program, 用program給它直, 還有好處是一個人, 他要推你過去, 那個metal本身是自己有一個抗拒力的, 所以我幫你做足100%, 如果我真的有這個物料, 我有一個superiority of correction, 即是可以correct到100%, 還有, 檢東鑊前, 我們可以讓醫生那麼粗, 這樣就頂直你, 是嗎? 那你實際有沒有這樣的材料呢? 譬如你讀書有沒有讀過這樣的材料呢? 記憶金屬, 沒錯, 記憶金屬實際就是有兩種很好的property, OK? 我先講講這個物料先, 第一個property是記憶金屬, 即是說它記住形狀, 它在不同溫度之下, 形狀是不同的, 而且可以train的, 這個是什麼呢? 就是它本身的結構改變, 我們用temperature treatment, 搞到它幾度轉,幾度不轉, 譬如我們做到這個塊, 我們做到, 我們有個專利的, 譬如我們在15度凍的時候, 那條鐵是軟的, 譬如我Assume這條鐵跟你的spine一樣的shape, OK? 那就聯絡它進去, 接著我聯絡口之後, 我讓它到37度, all the temperature, 它就已經彈直, OK? 那這就是很大的, 做得的, 那這條鐵是一個好的property, 因為我已經找到一個物料, 但是另外還有一個更大的property, 這個property叫做Super Elastic, 這個Super Elastic就是譬如, 很多物料,譬如一條鑊, 它越咬得多,它反抗力越大, 是吧? 射箭都是,你拔枝也很容易, 拔很多很難的,是吧? 那些東西它有反抗, 然後呢,如果這個物料, 是普通物料來講也有問題的, 為什麼呢? 它初初那時候它反抗力很大, 到最後那時候correct不到, 它自己都沒有力,是吧? 即是直的時候,很多物料是沒有力的, 但是這個物料有一個好處, 叫什麼?叫Super Elastic, 如果我看看, 譬如我們做一些物料的測試, 加下去和measure的時候, 那叫Stress and Strain Curve, 是一樣的, 即是說我不管你咬了多少, 它反抗出來的理論都是一樣的, 我們平時看到物料在這裡最多, 就是眼鏡框, 身中的眼鏡框好像很flimsy, 彈一下彈一下那隻, 你咬那麼多就那麼大力, 中間就那麼大力, OK? 已經用了很多很多, 那這個物料的好處是怎樣呢? 譬如我脊骨很彎也好, 我都可以用同樣的力量, 去到脊骨還是有力去咬直去, 所以如果普通用鐵, 用鋁那些物料, 這裡很大力量, 不可以用鐵, 最後那個人的字條都後見不計, 這個物料就不是了, 你看它是否是平的, 即是說我咬多少都好, 它反抗出來一模一樣, 這個科技就很重要, OK? 這個concept在這裡, 如果我們用這個物料, 可以見過, 我們用了一些叫做 Super Elastic and Shape Mammate的Effect, 做一個Squad material, 這個Squad material, 可以在人體裡面改變形狀, 就不需要那個Surgeon, 進去那時候幫你咬直它, 那時候是彎的, 然後慢慢咬直, 這個new concept, 一個很好, 還有, 可以不需要做多次的手術,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譬如有些人做撞車那些, 很慘的, 因為為什麼被他撞, 背部有事呢? 醫生不會一次過咬直他的, 因為他要合遲手術才做到, 很多時候是multiple surgery, 那我鄭人很辛苦, 為什麼呢? 他的傷口都不同, 這樣躺在那裡, 一天做一次, 說大哥餵魚, 就這樣躺在那裡, 初術在那裡, 今天幫你咬兩度, 明天再咬兩度, 你說了好笑, 但是現在沒有人可以這樣做, 但是這個才有一個好處, 就是說, 我初術那時候, 跟著你一樣, 慢慢幫你咬直它, OK? 這個concept是很好的, 因為每一次開刀, 我們這個叫light hand, 就是有麻醉劑, 每一次開刀都有損害, 因為那些分子都會有損害, 就是千萬不要開刀, 開刀都有問題, 就是最好, 你見醫生都說, 沒什麼事就不要開刀了, 就是吃下藥算了, 因為開刀是有些後遺症的, 不是這麼簡單的, OK? 我想我show a video, 說我們怎樣去concept來講, 怎樣去做, 這個病人, 這個病人很不幸, 就是人做的, 都是有個脊骨有問題, 我們用這個方法怎樣去做它, 大家慢慢欣賞一下, 這個都用了幾萬, 那些香港要給錢, 例如骨科那樣給的, 我們第一個方法就是, 將一些anchor, 釘進去, 你知道你整條鎖, 你都要有些位置給它釘, 這個就好像手奏仔, 就這樣轉下去, 在這個地方就轉螺絲上去, 就彈直它, 接著呢, 我們把鎖一條鎖, 我們可以shake memory alloy, 就直接進去, 然後, 轉實它, 然後, 我們立即動, 動到15度, 我已經練到15度是彎的, 是吧? 15度的時候, 是剛剛natronic shape, 最重要是乾冰, 有什麼冰都弄到它, 然後, 這樣就轉實它, OK? 就是15度就轉實它, 現在那個natural shape, 在15度來說, 這樣就轉多一條, 因為多數是兩條的, 是否有左右的, 有一個simage, 好, 接著呢, 收尾了之後, 變成37度, 就不停咬直它, 這個concept就是這樣, 其實自動呢,